2023巧克力咖啡节今年移世到普利福新温泉园区 在县长许舒嬅以及多位议员的参与之下 为其11天的巧克力咖啡节正式开幕 所以我们把所有在南投县的精品的咖啡全部集结起来 透过这一场的一个展示跟展览的会 那么希望让我们南投的这些的品牌能够让大家知道 当然像这些有一些知名的巧克力 都是在全世界有去得过巧克力比赛的 再次的要请大家看到电视的广告 请大家即刻出发来到我们普利镇福新温泉园区 参与我们第三届的巧克力咖啡节 先员领如仰及黄世芳表示 巧克力坚首持在普利办理 主办单位也非常的用心 相信对于地方的观光产业推展也有很大的帮助 相关的设计还有我们旁边的 这些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的合作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非常确有的一些设计以及商品 那我也希望说我们所有喜爱咖啡 喜爱巧克力的好朋友们 一定要来到我们普利福新温泉区 来品尝最好的咖啡跟最好吃的巧克力 那巧卡节可以推广我们普利的一些巧克力也好 咖啡也好带动了我们整个普利国姓 大普利地区的一个观光 今天办得非常成功 吸引了非常多的游客到普利来 带动整个大普利地区的经济跟住宿旅游 县议院陈怡君属一程表示 巧卡节是第一次从茶坡将他独立出来办理的活动 许多的咖啡农也感谢县长能够将咖啡作为主打的推广产业 帮助产业行销 那就是第一次把巧卡节独立拉出来 从茶坡里面 我觉得这样的做法非常好 那刚刚我们在那个很多咖啡农的反应之下 他们就认为说他们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单独把咖啡跟巧克力成为一个主角 那今天来的客人非常的多 买气非常的旺 我有看到我们主办单位的用心 它总共有12个厂区 每个地方都有看到我们主办单位的用心 希望透过媒体来响应全国海内外的朋友 来参观我们的巧卡节 来了解我们普利的美 普利的好 先元吴国昌及林芳瑜感谢县长的用心 将巧卡节移世到普利来办理 除了能够更好的推广产业之外 也能够让未来福新温泉区完成之后 有一定的知名度 可以更好的来行销普利的观光产业 本地有特别的来把这个巧克力考虑 由来我们保留福音文庄区这基盘 那么在后来提升的 我们文庄区的著名度和普光以外 也是要来建立对我们保留福音文庄的观光顺压 对我们保留福音文庄的生活品 要如何来提升 这都有优关联的关系 希望说这个巧克力咖啡节能够成为一个常态性代表 我们南投县的一个农特产 也希望说借有这一个活动能够提升 能够热络我们湖兴温泉区这一个地方 副议长排一圈肯定许县长及县府团队 将巧克力咖啡节移示到普利 带动地方的观光产业发展的用心 并表示巧卡节活动到11月7日结束 欢迎民众有空前来吃巧克力喝咖啡 记者春卫一 普立真采访报道